那么介绍完了我们这些脸孔刺激的材料从哪里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谈一下 那么到底心理学家或者是认知神经科学家 如果要探讨我们脸孔的处理 我们可以用哪一些研究的方法 那么在以下的几节呢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别的来一一介绍最常见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会跟大家谈一下最常用最常看见 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为的或者是心理物理的这个研究方法 就是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通常是呈现一定的用视觉的方式 呈现我们的脸孔的刺激材料 那么要受视者在电脑的面前看了这些刺激材料之后呢 那么再做出一些简单的这些判断或者是反应 然后我们收集它的判断的这个正确性 或者是它反应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快慢的这个程度 那么这个是我们很标准的所谓行为跟心理物理的方法 那么完全不涉及到说大脑是怎么运作了 神经系统是又是怎么样处理这些脸孔 那这个我会在后面再来跟大家交代 所以在这个行为跟所谓心理物理的这个作业部分 我们要大概跟大家介绍五个 那么在我们的实验室还有在很多从事脸孔研究的 这个实验室里面会用到的一些所谓的行为的这个作业 那第一个是所谓部件的作业 第二是主态的作业 第三个我们称之为复合脸的作业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谈到台湾脸孔 台湾人的脸孔记忆作业 以及最后呢脸孔表情判断或者辨识的这样的作业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所谓的部件作业 那部件作业顾名思义 主要是说因为我们在处理脸孔的时候 当然少不了 这是在我们第一个单元提到的 一定有它脸孔最重要的这些部件或者是这些特征 眼睛啊鼻子还有嘴巴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 如果大家看这一张画面 我们在这个画面的上方呢出现了一个状况是 我在画面前面会出现两张脸 一个在左上一个在右下 那这两张脸呢是完全相同的 那通常我们就是要收拾的判断 你觉得现在呈现的这两张脸 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完全一样 那当它们不同的时候 在这个部件作业里呢 我们至少会做两种不同的这个改变 那左边呢是一个所谓把嘴巴改变掉的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 我们在左下角呈现的这两张脸 那么眼睛一样 鼻子也没有变化 但是呢嘴巴是不同的 那么在右下角的例子呢是更换 或者是改变这个眼睛的例子 同样的请大家仔细地看一下 右下角的这两张脸 它的鼻子跟嘴巴都是一样的 但是眼睛呢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在改变这些脸孔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它的这个比例 也就是说你要更换的这个眼睛 是不是都能够跟现在要换回来的这张脸孔 然后能够搭配 变得不是会太普遍 还是一个很自然的脸孔 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讲的主态的作业 主态作业同样的 要受似的判断说 呈现的两张脸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呢 在上面很安适 跟前面的这个例子类似 也是相同的 左上跟右下的两张脸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看 左下角跟右下角 首先我们看左下角这两张脸 看起来乍看之下 不是同一张脸吗 的确 但是它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呢 给大家看一下左上的 就是在左下角画面这两张脸 左上角的那个脸呢 跟右下角这个脸 那么右下角这个脸啊 我们把它的眼睛的距离 还有鼻子跟嘴巴的距离啊 都往内缩了一点 所以看起来更靠近一些 相较于这个左上角的脸 所以它们是这样的不同 这是我们所谓主态讯息的改变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主态作业 那右下角的这个例子呢 是类似的 只是说它的改变的方向 刚好相反 它是朝外扩张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看 在右下角这个里面 这两张脸 这个左上跟右下呢 看起来乍看很像 但是呢 右下角这张脸 实际上眼睛的距离 还有鼻子跟嘴巴的距离呢 都增加了一定的比例 让它往外扩张 所以这个是保持它的部件 保持它眼睛嘴巴鼻子 都还是一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改变它的 鼻子之间的空间的关系 这是所谓的一个主态作业 那么再下来看 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是在最近几点 也非常大家经常使用 因为我们认为说 很多的心理学生都同意说 在脸孔的处理里面 这种整体的 就是我们把脸孔当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 知觉的单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处理的方式 我们称之为整体处理 或者是holistic processing 那怎么样去能够 有效地来检验 这个holistic processing 其中复合脸的作业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用的方式 我们这边请大家看 首先请大家看 注意到说 我们在这张画面呈现很多脸 上半的这四张脸 我们把它称之为align的情况 什么叫做align呢 align就是上下半脸 我们把它连对在一起 能够接缝接得很好 看起来就像一张完整的脸 那中间的这一条线 是要干什么 这个主要是要让寿司 当你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要你只判断 我们呈现的两张脸的上半 上半的部分 是不是相同 大家播放可以试试看 在左上角 我们呈现的这两张脸 在它的这个线条的上半部分 其实是两张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你可能会很惊讶 它们是一样的 看起来它们很不像 对不对 为什么 它们看起来很不像是因为 你在看这个上半脸的时候 你几乎无法避免 这个无法抑制的 会受到下半脸的影响 而这个下半脸却是不同的两个下半脸 所以这个不同的两个下半脸 很显然会影响到你对相同的两个上半脸的处理 那我们右上角这个就没有问题 它的上下半脸都是不一样 你可以很快的就回答出来 它们是不同 那么我们在这张示意图的下半的部分 也有四张脸 这四张脸看起来怪怪的 怪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是把上下半脸把它错开来 这个我们称之为 Missalign的情况 Missalign就是它不再连对 而是错置或者是错开的情况 那这个错置或者错开的情况 是要告诉你什么 你可以从左下角的这两张错开的脸 很容易就判断出来 它们的上半脸 其实这个左下角这两脸跟上面是一样的 但是你从左下把它错开的这样一种安排 很容易就看出来 它这个上半脸的部分 实际上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是你看左上角的这个情况 就觉得比较难判断 或者很难相信说 它们居然是相同的而不是不同的 那么等到放在左下的时候 把它错开的时候 还容易看出来 这两个上半脸其实是相同的 那右半只是它对应的 右下角这两张脸是 右上角的这两张脸错开来 同样的让你看到它们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一个复合脸的作业 能够来去帮助我们探讨说 脸孔这种整体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那么刚才前面谈的这几个作业 都比较涉及到脸孔处理的这个本身 那么脸孔处理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记忆 形成一个记忆的这个单元 或者一个记忆的内在的表征 然后等到事后需要的时候 又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来帮我们辨认或者辨识这个脸孔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脸孔记忆测验 它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在这边很简单地跟大家提一下 在这个是我们这边跟大家讲的 这个台湾脸孔记忆测验 我们实际上是模仿 在2006年左右 那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 这个Duchene教授跟这个Nakayama教授 他们开发的剑桥脸孔作业 为什么要叫剑桥呢 是因为哈佛大学就位于 这个麻州的这个剑桥这个地点 所以他们就用Cambridge来代表 他们那个测验的称之为Cambridge Phase Memory Test 那我们这个是在台湾开发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也就叫台湾脸孔作业 那这个台湾脸孔作业 当然它所用的所有的这些素材 都来自于我们在前一节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所建构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建构的台湾人脸孔的这个资料库 那这个作业它实际上是分成三个阶段 一开始大家看我们最上面这三张脸 这个脸大家看见都有点怪怪 好像是戴了一个面罩 有点中东的 这个人的脸孔 那它的目的就是说 你真的要集中注意在脸孔上面 而不是记录它的法式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配饰 来记这个脸孔 是真的要学到这个脸孔的本身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 它是一个比较记住脸孔五项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测验的时候 都是用相同的影像 你先学会大概是六个人的影像 然后再会用相同的影像来测试你的记忆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所谓新的影像 意思就是说它跟你在学习的时候 比如说张三的影像 你在学习阶段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在我们第二阶段的测试的时候 会稍有不同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可能加上一些不同光照的 这个光源可能从左或从右来 所以它会有些阴影的出现 还有它的角度可能会有些改变 所以你前面可能看到的是正面或者是侧面 我们可能现在又换一个角度 来呈现同样是张三的影像 所以这个就是测试说 因为平常我们在辨识人的时候也是 有这样的一个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不光只是能够在正面或者原来你的角度 你还能够在其他变化的条件之下 光照的条件改变了 角度的条件改变了 你仍然能够认得出来张三是张三 那么到了第三阶段 我又没有再继续把这个别人的工作 稍微弄得更难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在这些影像上面 这个最后最下面这一盘 我又加了一些芝麻点 这个是甚至为高时的噪音 高时的noise 所以视觉上我们让它变得更为模糊 让我们确认说 你真的记住这个人 你应该可以克服 我们这些额外的视觉上的干扰 那么这个是台湾联孔记忆测语 那么这个测语开发之后 其实让我们能够 我们的研究工作 能够大幅的拓展到非常多的这些角度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是脸孔表情的这个作业 那这个脸孔表情作业 是我们现在积极地开发 陆陆陆续续在收集一些相关的这些资料 这里面其实有五项分车也或者分作业 左上角的这个Test 1 是我们很简单地判断这两张脸孔 表情是同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出现的人脸 其实都不是同一个人 甚至性别可能都会有差异 那么我们的重点是说 你要评除说 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或者他是谁 不需要去辨认他是谁 而是要去判断 区变他的表情 到底都是happy 或者都是angry 或者是等等其他的表情 那么第二个作业是稍微难一点 就是要在三张脸孔里面 找出两张表情一致的脸孔 同样的 我们不管那个脸孔到底是谁 而是要表情相同的 那么第三个作业 等于是第二个作业的变形 稍微难一点 就是我们先出现一张脸孔 你要记下来 记住他的表情 接着再出现两张脸 那么接着出现这两张脸的时候 要你判断谁的表情 跟前面出现的脸孔的表情是一样的 好 这里面再加上一点记忆上的挑战 那么到了作业四呢 是等于把前面作业二呢 再把它扩正再变得难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判断的是什么 上面有一张脸的表情 然后下面有三张脸 你必须指认出来说 下面这三张脸谁的表情 上面这一张脸是一致的 那最后第五个作业呢 也是第四个作业的变形 我们先把上面这张脸呢 单独的呈现 你要记住它的表情 接着跟接下来出现的这个三张脸 然后去挑选出来谁的表情 跟前面你记住的那个表情 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脸孔表情的辨识作业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所谓行为 或者是心理物理的层次 经常用来探讨脸孔辨认 以及脸孔表情辨识的这些作业 那么这些作业的变形